天文台舉辦熱帶氣旋名字蒸集活動 指問由即日起至下月31日 可到活動網站提交建議 經整理及評選 入圍建議名字將在下階段供市民網上投票 以選出合適及具香港特色的熱帶氣旋名字 消息一出有網民隨即建議燒賣為熱帶氣旋名字 Facebook群組香港燒賣關注組分享天文台的活動網站 並發文指要推到有颱風叫燒賣為止 期待下次颱風是燒賣集港 一眾熱愛燒賣的網民即響應號召 助言起行紛紛於天文台提交相關建議 並發布已提交名字的截圖 更有網民提議 不如叫蝦餃、魚蛋、牛雜等具香港特色的食物 天文台表示 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 和世界氣象組織核下的颱風委員會 會使用一套由區內14個成員提供 具地方特色名字的名單 為西北太平洋及南海的熱帶氣旋命名 其中包括香港提供的10個名字 這次活動所提議的名字須符合7個條件 包括容易發音、具有香港特色 不能包含不恰當的字眼或意思 不能包含商業元素等 喂喂,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